如果你和我一样未满18岁,请不要订阅该频道。 哈喽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。 很高兴来到摆明AV旅游故事的第28集。 本期的主人翁是暗黑界的灰姑娘,向哲男。 小男老师出生于1996年,在一个家教很严的富裕家庭里长大。 至于她是如何出道拍AV的,今天请允许我换一个方式来表达。 本期的文字内容,主要是来自小男老师的社长兼经纪人的文章,向哲男的灰姑娘传奇。 有兴趣看原文的朋友,请自行搜索一下。 接下来,我将带入社长的视角,为大家讲述小男老师的故事。 我是在2014年的夏天,发掘了这位18岁的女孩子,后来的向哲男。 我常去一家咖啡店,和当时还是店员的她搭讪。 她是一个很开朗的女孩子,也很能吃。 那时候她还是兼职的模特儿,对于眼前这位比她大14岁的大叔会感到好奇吧。 一开始讲到AV的事,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。 这几乎就是一个没有男性经验的,不按事事的女子。 现在大家都知道,她是念很有名的女子贵族学校,但我当时并不知道。 由于双方都很忙的关系,下次见面就已经是一年以后了,她19岁了。 由于见面大家都很高兴,所以我们跑去吃了韩国料理,而当时她居然哭了。 可能从那时候开始她就是个爱哭鬼吧。 那年的12月,我问她,有一间叫做IP社的片商,要不要去看看。 在路上她突然说,我可以排AV哦。 那天也只是和制作人简单的喝了茶,等隔了年的2月份才正式开始面试。 经过了两个月的思考,她并没有改变心意。 片商也非常的欢迎她,并且开出了很棒的合约。 在2016年的3月份,终于拍摄了第一部出道的作品。 那时候我陪在她身边,她哭了。 我知道那眼泪是因为反弹的紧张,以及第一次和不喜欢的人结合所带来的冲击。 而两天的拍摄一定要在晚上9点钟结束,因为我一定要在11点前把它送回家,为了就是不要让她的父母知道。 而且不单单只是时间上有限制,连拍摄的内容也有非常多的限制。 所以她出道的第一部作品卖得并不好。 而第一次的40人粉丝见面会,也只来了8个人。 她跟我说她很害怕被家人知道,因此只好极力的减少媒体的报道。 这个也是红不起来的原因吧。 跟同时期出道的女优相比,推特上的粉丝数量少得可怜。 但是最后她的好朋友还是去打了小报告,被她的家里人知道了。 因为这样,有5个月没有办法再次拍片,在这里一定要感谢IP社,当时并没有放弃向哲男。 从那之后,我跟她为了不再重蹈覆辙,开始积极地在媒体上面曝光。 虽然很不甘心,但是有些没有酬劳的工作也要接下来。 而她的武器就是亲切可爱,会打开心胸的真心喜欢她的粉丝。 出席活动的时候也非常的细心应对,她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才会这样做的。 为了活动的特点,她制作小点心,亲手鞋小卡片,也频繁地举办粉丝会。 推特也是每天都至少更新一次。 而在演出方面,像潮吹,颜色,施敬这些以前尽量避免的内容,现在也会努力地去挑战。 还多了很多AV以外的工作应邀,可是到目前为止,她几乎都没有什么杂志上面的拍摄写真工作。 那是因为之前的媒体限制报道太严格,导致现在吃了很多杂志社的闭门羹。 那时候愿意为她拍摄的只有一间杂志社,我和她都无法忘记那份恩情。 所以一直都没有出写真集,就是要打算拿了奖之后,再去找她们拍,报道这份恩情。 我经常和她说,不要忘记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。 粉丝里面从最早的活动开始应援的那些人,在那种特别艰苦的时期,愿意去伸出援手的人,我们一定要铭记于心。 现在我们不再需要担心合约,因为作品很能卖,也很有人气。 但我跟她说,不要忘记了回归原点的事情。 所以,每一个应援的人都是同样的重要,不会因为被吹捧就变得得意忘形。 经纪公司也是处于首创的阶段,很多东西只能靠自己来做。 去年的7月份,我因为得了急性骨髓白血病住院,她常常没有经纪人的陪伴。 因为顾虑到公司的经费问题,而一个人去搭电车、计程车去工作,好不容易红起来,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,也真是让我感到非常的对不起她。 我住院的7个月之后,DNM成人奖的邀约来了,我和她两个人哭着讲完了电话。 同一时间,片商那边也提出了一个长的合约,并没有什么额外的条件,还开出了非常棒的合同。 甚至卖得好的话,还能拿到奖金,我非常的高兴。 这是项哲男被认可的评价。 在DNM成人奖的投票期间,不但是因为初次入围,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。 甚至我还要再次住院,在病房里面能做得非常有限。 我非常的着急,对手已经在拼命的拉票了。 好在这时候同胖对我们伸出了援手。 通常要赢得选战就是得花钱,但这些朋友却分文不收。 我在Lite上面找到了一千多位朋友,然后他们再去找别的朋友来帮忙。 于是奇迹就发生了。 小男是有人气的,在各行各业,甚至是演艺圈都有人支持他。 非常多的人给他投票。 他本来说只要入围就够了,但我却告诉他,如果一开始就打算要输,那不如不要参加,我们一定要赢。 当然了,想赢的念头每个人都有,特别是拿下了优秀女优奖的那位。 名字我就不说了,绝对是认真的,但我们也很认真。 由于小男的人气本来就很高,再加上其他的女优朋友出手帮忙,制作公司和店家也伸出了援手。 当然还有声援他的粉丝们,或许再加上一点点的运气吧。 帮奖的当天,我在二楼都能听到粉丝团小男家族的声援声音有多大。 当时光是听到他的名字,我就已经哭了出来。 最后他夺得了D&M的最优秀女优奖,在这里我要感谢每一位投票给他的朋友。 他曾经作为英才出道,却也尝试过被逼到悬崖上的挫折。 小男的灰姑娘传奇将会继续下去,希望以后能够多多指教,永远都爱着你们的向哲男。 好了,本期的节目先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 如果你和我一样未满18岁,请不要订阅该频道。